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在惠帝刘盈在犹豫着 带不带赵王如意去打猎的时候 窗外的寒风像刀子一般刮在她的脸上 她不由感到一阵阵的寒意 赶紧加衣戴帽的同时 她也决定了 不带只有十三岁的赵王一起去打猎了 刘盈是这么想的 她毕竟还小啊 只怕是受不了这些风寒 大不了我快去快回就是了 这一次刘盈的运气果然很好 一到邻居就发现了一只又大又高的梅花鹿 向来心软的刘盈这一次狠下心来 第一次射出了手中的利剑 只是当利剑穿过梅花鹿身体的时候 刘盈的心里边突然间就痛不欲生起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心灵感应啊 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于是她再也顾不得打猎了 掉转码头就往回赶 可是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因为她看到的是赵王如意一具僵硬的尸体 刘盈除了流泪还能干什么呢 至于如意是被什么人害死的 连傻子都能猜出个大概来 就是吕后 过程很简单 刘盈打猎的事 奉吕后之命 监视赵王一举一动的狗仔队 第一时间向吕后做了汇报 吕后知道鸡不可失 时不再来 马上派人捧着这一碗熬好的鸡汤 就给如意送去了 送鸡汤的人 不愧是吕后一手调教出来的 打着皇帝叫我送给赵王鸡汤的牌子 在皇府当中一路畅通无阻 顺利地把鸡汤送到了如意的手中 皇帝打猎去了 他临走前叫我送鸡汤给你暖身子 赵王趁热喝了吧 如意想都没想就把鸡汤喝下去了 喝下鸡汤的结果也很简单 蹊跃流血而死 就这样 刘盈以一个皇帝的身份 却甘当赵王的保镖 虽然确保了赵王一个多月的人身安全 但这次大意 却让他的保镖生涯过早地结束了 赵王死后 一向仁慈的连一只蚂蚁也舍不得踩死的刘盈 开始发飙了 他虽然知道吕后是不动产 他奈何不了 但那个假冒送汤的宦官 却没能逃出他的手掌心 这次他找到这个宦官 什么也不说 什么也不顾了 用大力金刚手 直接就让他去当赵王的陪葬去了 对此 刘盈给吕后的交代是 守东宫的一个宦官 昨夜里突然发疾病死了 他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已经命令人给埋了 吕后明明知道有鬼 但他心里边也有鬼 于是不得不放弃 对这件事的追究 毕竟一个宦官的命 就跟蚂蚁一样威贱 随后 朝里边就传出这样的消息 赵王突然抱病身亡 朝中大臣 此时对这件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谁都没有敢向吕后兴师问罪 于是 吕后的胆子就大起来了 七级呀七级 你不是想叫你的儿子来救你吗 现在该是折磨你的时候了 吕后把赵王死的消息 告诉了还在荣相里做苦力的七级 七级也开始发表了 他恨不得生吃太后的肉 而太后呢 也没有在手下留情 泰国的人妖想必各位都曾经听说过 据说他们可以让女的变成男的 让男的变成女的 总之是似男非男 似女非女 这大概就是人妖 两千多年前的大汉王朝没有人妖 不过呢 人质却是有的 因为是新鲜玩意儿 太稀奇了 所以吕后请刘盈去看人质 这个人质啊 不是说被绑票了 这样的一个人质 这个质呢 写起来还比较麻烦 在字典上一查 是猪的意思 那怎么就人猪呢 叫做人质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当时的刘盈满腹狐疑 可是她又不好多问 人质居然在厕所里边 刘盈捂着鼻子 当即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太监毕恭毕敬地回话了 这是吕后的旨意啊 刘盈还能说什么呀 只好探着头 向黑漆漆的厕所里边看过去 这一看不打紧 她的心差点没被吓得跳出来 有一句歌词说呀 没有手脚 没有耳鼻 我是一个两眼黑洞 嘴里没牙 血肉模糊的人质 刘盈是一脸的惊恐啊 这 这就是人质 是的 陛下 这分明是一个残疾人哪 回陛下 这的确是一个人 但太后却只许我们称为人质 刘盈又仔细看了一眼 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 她是大吃了一惊 她是 啊 是欺负人 刘盈直到现在才察觉到 这个所谓的人质 竟然是赵王的母亲七级 刘盈是越想越害怕 越想越恶心 最后竟然啊的大叫了一声 她昏过去了 吕后搞了这次人质表演 给刘盈看 原本是想吓唬吓唬她 叫她完全投靠到自己的身边来 然而 让她始料未及的是 刘盈自从被人质吓晕过去之后 就变了一个人 醒过来了 她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边 不吃不喝 清心寡欲 大有负张良后尘 学练辟邪剑谱的态势 当然 别人练功都是修身养性 而刘盈因为头上有一顶皇帝的帽子 行为举止就显得与众不同一些 单见她在屋子里边时而静坐 时而站起来大笑或是大哭 总之啊 什么叫千姿百态 什么叫千娇百妹 从她身上可见一般 皇帝变成这样了 别人可以不着急 但是皇帝她妈 吕后不能不着急啊 吕后只得请最好的太医 去给她宝贝儿子治病 可是心病 心病岂是药物能够医治好的呀 在施新风的作用下 一向滴酒不沾的刘盈 开始士气酒了 看着刘盈整天沉眠在酒色当中 不问朝中大事 她的智囊团商山四号 心里边那个着急啊 于是他们对刘盈进行了一次劝说 他们的话总结归纳起来 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 失败是成功之母 陛下身为一国之君 看到吕太后有了过失 不能只劝谏一次就灰心丧气了 应该从失败中找到原因 进行新的劝说尝试 最终让吕太后灰心转意 第二个关键词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陛下要想把大汉皇朝 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就必须注重身体 远离酒色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少 第三个关键词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陛下如果把朝中大小一切事情 都交给吕太后去处理 那你就成了一个 不折不扣的傀儡皇帝了 将来想要再收回权力的时候 只怕比登天还难 应该说商山四号的解析很精辟 可当时已经彻底心灰意冷的流营 并没有产生共鸣 朕无德无能 实在无力阻止母后的诸多行为 与其眼看着无能为力 还不如把权力彻底交给母后 任其逍遥快活 商山四号 眼见的流营这么回答 直到这个阿斗算是彻底扶不起来了 于是借口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商山四号走了之后 流营真的变成光杆司令了 而旅后这个时候 已经主宰了朝中的一切 虽然一些大事 他也会装模作样地去征寻皇帝的意见 明眼人都知道 这只是走过场 或者说是他已经拿定了主意 然后直接叫皇帝签资就是了 举两个例子说一下吧 比如旅后征寻流营立新赵王的事 赵王病死多日 赵帝不可一日无主啊 请皇帝把淮南王刘友调到赵帝为赵王吧 旅后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我要改立刘友为新的赵王 皇帝你签字吧 当时的情况 无论是签还是不签 新赵王上任的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柔弱的刘盈除了点头答应还能做什么呢 第二个例子 是搞工程建设 国家最近几年发展太迅速了 不说别的 就拿长安来说吧 人口的增加已经让长安显得太拥挤了 我想马上扩建长安 皇帝以为如何呢 搞这么大的工程又怕会劳民伤财啊 朕于心不忍呢 大汉国度的百姓每天都在呼唤着两个字 房子 旅后说到这儿 停了一下 才又说 千言万语 柔情蜜意 竟抵不过一栋房子的诱惑 再不多搞工程建设 那些没有房子 或者是住破烂房子的人 岂不是要造反呢 长此以往 天下岂不会大乱呢 罢了罢了 这件事你去办就是 眼见吕后要没完没了地说下去 刘盈知道再多废口舌也是白搭 还不如直接点头来得干净利落 就这样 吕太后实际上此时 已经成了大汉的最高统治者 而刘盈也光荣地成为了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傀儡皇帝了 吕后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之后 魏与筹谋又居安思危起来 朝中的重臣虽然已经铲除了不少 但战功赫赫的功臣还有二十多个 这些重臣的存在对他的统治是最大的威胁 但此时他又不好再对他们下毒手 否则可能就会引火烧身 因此他才想出扩建长安这项工程来 名义上是为了解决大家的房子问题 但实际上却是加固城墙 扩张长安的军事防守力量 说白了就是 如果天下有乱 长安也可以赞保平安无事 吕后除了预防这些异性王的叛乱之外 对自己家族的王也是高度戒备 除了吕氏嫡系家族的人之外 其他的刘氏王 他都不放心 比如说刘斐 刘娇 刘恒等人 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觉得自己儿子太懦弱了 而这些刘盈兄弟们的存在 将会对他的皇帝地位构成威胁 因此他在成功除掉赵王之后 也想把其他的封王给除掉 很快 吕后就把目光停留在 刘邦的大儿子刘肥身上 刘肥论长相最像刘邦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 一个母子里边刻出来的 鉴于刘邦其他的儿子都还小 所以呢 吕后的目光首先就停留在 刘肥的身上了 俗话说 说曹操曹操就到 吕后正对刘肥想入飞飞呢 刘肥自己却送上门来了 惠帝二年十月 齐王刘肥从齐帝入朝来看望刘盈 情绪时好时坏的刘盈 这次见了刘肥 同样也很高兴 一阵寒暄 二手相握 三分谈心 四目相对 五网轻身 十分融洽 刘肥的到来 吕后自然也很高兴了 于是设宴为齐王接风 由于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宴会 与会人员只有吕后 刘盈 刘肥三个人 诗日小雅 宾之初宴云 宾之初宴 左右之至 那意思是说 来宾在宴会上 左左右右有顺序 规规矩矩有秩序 按现在的说法 和长辈或者前辈 一起吃饭的时候 有个上席下席之分 辈分或威望高的长者 坐上席 而辈分或者威望低的后辈 理应坐在下手 当然 这个说法呢 在古代就是左右之分 在古代右这个位置 是最为尊贵的 九席上的右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上席位子了 接风宴开始之后 刘盈和刘肥 就入座的事放开难了 刘盈 是大汉国的皇帝 那地位在万人之上 刘肥 大汉国的齐王 地位是皇帝他哥哥 按理说呢 刘肥虽然是刘盈的兄长 但因为刘盈拥有皇帝的特殊身份和地位 因此 这个右 也就是上席的位置 理应该由他来做才对 但是呢 后道的刘盈却不这么认为 他很固执 认为刘肥 作为自己的兄长 这个左边的位子 应该由他自己来做 面对着刘盈的谦让 同样厚道的刘肥 见都是自己家人 而且还以为这是家人之礼 就毫不客气地坐下来 刘肥这么一坐 刘盈是高兴了 但是吕后就不乐意了 我儿子遵你是兄长 这是谦让啊 你小子倒理所当然了 一点也不知道谦让啊 那么以后 是不是这大汉的皇位 你也一样的不会谦让呢 于是 露出微笑 看着两个兄弟说话的吕后 他的心里边 已经是暗动了杀机 我儿子遵就会得到 我儿子遵徒 你怎么会得到 我儿子遵徒 我儿子遵徒